我是中盲多緊急狀態的生活 今晚你來在屎龍區吃飯 又是屎龍,當然,我住在屎龍 拍了幾天的東西這麼辛苦 難道特地山上水緣過河仔吃飯呢 這叫做生活,不是特地拍電視 今天就在屎龍的一間很簡單的餐廳 因為昨天吃了這個法國餐 今天吃甚麼呢,吃早餐,不錯 晚上 晚上大概八點二十分的時間 就吃這個早餐 大家不要覺得我熟悉晚上吃早餐 其實這些早餐是很夢寐以求 我很想吃,但很久沒得吃 這些對於你們來說,經常住酒店 當然是經常有得吃,吃過不吃 每天吃不同的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我一個人住在泰國 住在曼谷,沒有人可以煮 我早上做一個事,找得難吃 找得做,冷煮、冷洗 結果,很久很久沒吃過這類的早餐 所以今晚特地來,一百二十分的早餐 這裡,攤去可以看到周遭的環境 今晚的屎龍路上,較為靜了一點 因為小販還未出來擺攤 再晚一點,更多小販 更多人 遊客方面,依然都有 其實今天也很累 因為連續幾天 是說幾天,我都不夠睡 前天早上有記者叫醒我 就是有等級狀態 昨天早上一早起床做電台訪問 今早上一早起床看總理訪問 連續幾天都是這樣 其實都很累,很累 所以今晚吃這個早餐之後 就要回去搞完一些 傳完段片之後就好睡覺了 緊急狀態裡面的生活 其實都可以是很他條的 不過我自己就拿來忙而已 嗯